大家好,我是东北西老师 今天是10月21号 这昨晚下了第一场雪 这场雪下的虽说不大 但是也预示了冬天已经来临了 现在天哪,逐渐转冷了 今天七早,这是又上煤厂 来拉这个5500卡的原煤 这昨晚下了第一场雪 看看这煤堆的,这都是白雪 这煤没盖住 这也是盖的差不多了 看看这煤堆 今天就来拉这个煤 看看这个煤 这现在能看到这煤什么样吗 这就得打开看看了 打开看看 看看这个煤 这是5500卡的原煤 看看这煤好不好 这在我们煤产地 这也算是好煤了 微产地 这也是一等的煤了 这煤 这是38个的灰麻粉 5个焦 煤现在还不湿 这煤干的,天冷的也不解冻 看这煤堆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本社了 看看都是白雪 看每个煤堆都是这样 现在这天冷了 现在这起暖了 你看我煤衣已经搓上了 这看不着煤的本社 看不着煤怎么样 天已经放亮了 虽说昨晚下了一场小雪 但是地也没有全部覆盖住 但是啊,这第一场雪下了 这第二场雪也不会远 又装车啊 今天就来拉这个5500卡的煤 看看这5500卡的煤啊 怎么样 看这山点 已经披上了霞光 实在还没覆盖住 但是煤堆啊覆盖住了 现在开始装车 看啊,这背面这雪啊 背面还是被这个小雪覆盖着 这阳面啊,一有阳光啊 这雪已经化了 这雪啊,是站不住 一天比一天冷了 这雪呢,一场比一场大了 这倒也滑 这现在需要那个供热的 这马上啊,这把煤啊都得被齐了 冬天这一雪大了 这车也都难运输了 这5500卡的煤啊 就是一个字 好 这是没说过的 其他皮诺煤啊 这白雪覆盖的 也看不清楚 暂时就不易介绍了 这么好圆煤啊,皮诺啊 这什么天哪 这有罐头 这个外地朋友啊 专门要这个5500卡的圆煤 用这个圆煤去呢 现在天哪已经很冷了 看连衣服都穿上了 昨天晚上呀,这下了第一场雪 你看这煤堆啊被雪覆盖住 你看远处的山上 现在披着霞光 太阳已经快要升起了 一会儿这雪啊还能融化 所以说下了第一场雪 第二场雪啊也不会太远了 所以说天哪,就逐渐转冷了 现在呢,我们那个煤产地啊 运煤的也多啊 现在就是秋收季节 运凉的也多 所以说车现在也紧张 趁着路啊 现在没下大雪 路不滑的时候 赶紧的把这些煤啊都运回去 因为天冷了 都得取暖了 朋友啊,就拉点这5500卡的圆煤 拉点高卡煤 为冬天取暖做准备 对我们煤产地煤这块啊 还有需要咨询询问的呀 现在我评论区留言或实信 好,今天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